这个少女正在山间细水 高兴之于对着身后的男人奄然一笑 然而下一秒 她的脚就被水里的石头划破 男人见状将少女轻巧地抱起 一致岸边为她包扎好受伤的脚趾 两人相视一笑暧昧静在不言中 就在此时 这两人 一个是德川家的第八代将军 一个是第五代将军的养女 本是天作之和最终有缘无分 此时已是德川集宗的时代 要说这位将军 上位之路也是颇为坎坷 自五代将军刚及去世之后 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纪委 与侧氏月光院诞下一子 视为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纪 然家纪也是个薄命的孩子 将军之位还没做热就身染重病而亡 此番变故的受益者不外乎是月光院的死敌 家宣正是天音院夫人 天音院看清局势 暗中毒害了住在伟章的 继承人之一德川集同 好扶持侄女的夫婿德川既有上位 然月光院怎会坐以待毙 他和情人商量对策 想到了军州的集宗大人 这位可是一代将军家康的曾孙 比既有正统的多 前些年他还重振了英江户大火饥荒 经济濒临崩溃的军州财政 是不可多得的将领之财 而此时的集宗 还不知自己已经卷入政治漩涡 郑和母亲夫人以及三个孩子 在军州府邸里过着温馨和睦的生活 集宗夫人名唤九敏 本为集宗母亲的侍女 只因为人温柔敦后便被雨给了集宗 京都的消息来得好毫无预设 集宗没想到此般尊荣会落到自己身上 将军之位 他之前想都不敢想 但他也深知此时的大傲不亚于龙堂虎穴 所以还不如留在军州照顾好母亲和妻儿 燃九敏却觉得 以丈夫的才干若偏安军州这块当个藩主 未免过于大财小用 故而安抚丈夫道 集宗没想到妻子看自己看得这么透彻 便也不再推辞去往了江户城 一到江户 天音院便抢先来到集宗面前 恳请他担任将军一职 这可气坏了月光院 这让集宗继位还是他提出的 怎么就让天音院做了个顺水人情 不久之后集日正好 居于冀州府邸的九敏和集宗母亲 带着三个孩子正式入住了大傲 集宗上任的第一天 便是聚集大傲众女 选中了50名面容娇好的女官 将她们驱逐出大傲 这可能是德川史上最奇怪的将军 一次性选了这么多个美貌女性 却不是为了自己享用 而是放她们出去嫁人 此般举措引来大傲总管的不满 再怎么说大傲也是他来管辖的 将军怎么不问自己的意见 集宗解释道 如今幕府借了许多外宅 重建财务制度才是当务之急 所以要把朴素节俭铭记于心 减少铺张浪费和不必要的人员 当然这个苦 他不会只让他们吃 集宗当即脱下一袍 表明自己也将勤俭节约的决心 女官们没想到这代将军竟有如此格局 一时间更是倾慕不已 回到后院 久勉问丈夫大傲中的女子 是否真如传闻中貌美 得到对方肯定的回复后 却不由一阵黯然 集宗道 自己从中选了50个女人 令令他们返还其家 那都是些容貌娇好的女人 即使回家了上门提亲的人也会很多 至于姿色烧刺和年纪大了的那些 他便留在了大傲 让他们有个安稳度日的场所 文言九勉扑斥一笑 看来是他多虑了 竟会担心其他女人抢走集宗 集宗表明心悸 集宗这话并无半分虚言 为了能让妻子和孩子 在这陌生的城中生活下去 他搬来了家乡的柑橘树 以此安慰妻子的思乡之情 九勉闻着柑橘的清香 为丈夫的细心动容 但此时的大傲还不是他和集宗能掌控的 天音院和月光院两位先夫人分庭抗礼 对着九勉左右夹击 不仅在他来拜见时 使之下不来台 还在玉玲郎之处 用匕首斩断他的衣物 甚至扎小人恐吓于他 九勉本因此忧心忡忡 但听到女官们夸丈夫贤民后 他还是忍不住为之开心 要说这位将军和其他的将军 还真是不一样 他不在乎地位高低 任用有农之士 除此之外 还设立了民众一件乡 以及城市消防队 以此应对江户地区火灾频伐 集宗在前朝历经图治 九勉在后院也不得安生 月光院和天音院将设下茶会 作为欢迎九勉的仪式 九勉当然知道这是鸿门宴 但他无法拒绝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这俩也是有意思 一左一右夹着九勉 就跟压着犯人上刑场似的 侍女端上月光院夫人送的丸子 九勉吃了一口 咸味弥漫了整个口腔 他本能地想吐出来 但意识到这是对方在刁难自己之后 还是强行咽了下去 随后他还不失礼数地夸赞了丸子之美味 天音院见状也让人端来了自己的点心 点心无比精致 可九勉却不敢下嘴了 大案中有言 伪装的疾通大人就是被天音院毒死 现今此境更是让他进退两难 这个夫人加起有毒的点心 切成了一小块慢慢往嘴里送 正当他打算赌上性命之时 一少女站出来替他解了围 少女说自己没有准备什么礼物 想抚琴一曲 用以欢迎九勉夫人 说罢便让侍女搬来古琴 悠扬的琴音挑去老远 吸引来了吉宗 吉宗看着少女抚琴的侧脸 顿觉十分眼熟 没错 他见过她 那是在一个黄昏 他无意间来到一个院落 看到了一位少女正给鸟喂时 少女也发现了她 回头望了过来 随后又局促地低下头 举手投足之间乃然净险 之后 吉宗向工人询问了这位少女的情况 此女名叫竹鸡 是五代将军刚及之养女 之前定过两次亲 每次都是结婚前夕 对方就去世了 于是便被众人视为不祥之人 独自居住在东房里掀扫外出 这日吉宗来到了东房 想为之前九勉的事感谢竹鸡 竹鸡知道这位将军来自冀州 便问他冀州是什么样的 他是一只龙中鸟 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 吉宗到冀州阳光高照温暖入春 是个好地方 说吧还掏出一个柑橘 赠与面前的女孩 竹鸡接过橘子 轻轻嗅了嗅 嫣然一笑 吉宗看出竹鸡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于是便带着他去了江户城外的森林 看着女孩在河中细水 他也不由露出了笑容 然而下一秒 水中的石头就划破了女孩的脚 吉宗见状急匆匆将竹鸡抱起 一到了岸边 还细心地替女孩包扎好了伤口 一时之间两人暧昧惊险 有什么心房也在悄悄破开 然此时的九勉 却在面临月光院夫人施加给自己的压力 月光院告诉九勉 天音院打算在公家给将军选一名正夫人 当然他也不必焦虑 只要他生下将军的孩子 一切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将军现今的三个孩子 都不是九勉所生 九勉曾欲有益子 但出生不久后便夭折了 自此之后他便在无所处 看着孩子的牌位 九勉不免泪淫于旷 好在长子长服完体贴 主动安慰继母 而此时的将军 刚把竹鸡送回住处 内心躁动不已的他 选择了去预防洗澡 这个将军正在洗澡 侍女端着玉京走了进来 说要替他搓背 吉宗看着侍女的腿 想起了和竹鸡的亲密接触 便一时间犯了错 谁知这仅有的一次犯错 就中了大奖 得知此事的九勉闷不吭声 并未多说什么 可面对吉宗的恳切解释 他也是选择打断了他的解释 作为女人 他的确不能忍受和别人共享丈夫 但作为将军的携手人 他只能宽容地接受 这位名叫多喜的侍女 和他的孩子 不久之后 多喜平安生下将军的第四子贺松 天音愿在暗处看着抱孩子的九勉 内心又涌起一个歹毒的念头 几月之后 他叫多喜来到自己的住处 暗示他将军之位是长子是喜致 但若长子是曲 将军之位便能落到他人身上 此番话是什么意思在明白不过 可多喜是个胆小谨慎的性子 自是不敢有夺位的念想 但当他看到将军和九勉 以及另外三个孩子在一起 其乐融融的画面时 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儿子是多余的 心里便有了落差 极度也随之前资暗掌 于是他也就随之堕入了天音愿的圈套 天音愿以举办能乐篝火宴会为由 支走了陪伴孩子的九勉 随后便让多喜去孩子们请殿放屋 见多喜迟迟不动手 天音愿的侍女急了 选择了自己下手 火势忽然窜起 多喜还来不及准备 就葬身在了火海中 不一会烈火就蔓延了整座寝殿 九勉从宴会上急匆匆赶过来 看到三个孩子 还有两个留在火场中 便下了一个决策 这个女人给自己淋了一桶水 决绝地往火中冲去 只为了救自己的养子 然而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虽然孩子们都不是他亲生的 但他都选择了用生命去守护 好在两个孩子都没有危险 九勉九死一生地将他们带出来之后 便晕了过去 经历了此事 将军更是把九勉 当作了唯一可携手共读一生之人 对于使他动心的竹鸡公主 他选择了不再去讨扰 而是给他选了一户好人家 据于萨摩的藩主岛金大人 他已经发誓 此生不再取正事 只有九勉才是他唯一的夫人 更何况 九勉为了孩子连命都不要 除了他谁配当孩子的母亲呢 此话一出 九勉自是感动万分 竹鸡得知了将军的打算 并不怨恨于他 他知道吉宗是想给他自由 因此并不多言 但去萨摩那日 他还是带上了冀州的柑橘 月光院站在城楼之上 对着身旁的九勉 表达对竹鸡的艳羡之情 人人都说竹鸡公主可怜 他却觉得他像一只自由的鸟 飞出了这个名为大傲的女子大牢 此时的月光院已经释怀 他不再针对于九勉 反而觉得此人心地纯善 由他来统领大傲也不错 说吧他还提醒了这个女人 上次的火灾 和天鹰院脱不开干系 有人传言火灾附近 出现过天鹰院侍女 当然 此时天鹰院也并未选择消停 他以吉宗长子长福丸 过于平庸木论为由 煽动朝城门立得川宗春 为下一任继承人 吉宗为此苦恼不已 但也是久免发现了长福丸的过人之处 这个孩子很聪明可靠 只是比较沉默寡言 将军留下的棋局 就是他来破解的 更别说在上次火宅里 他带着弟弟躲在木板下 这可不是暗语者所为啊 吉宗听妻子这么说 便放下了心来 让长福丸在大臣们面前来了一局 其结果肯定是令人欣喜的 臣子们便不再反对长福丸继位 吉宗也借此机会 给长福丸赐名为德川家众 还把自己的贴身匕首给了他 不久后就是祭祀八番神的日子 吉宗带着久免去大鳄外看烟花 灯火通明烟花绚烂中 久免顿觉感动非常死而无憾 吉宗笑他胡说八道 久免解释他也只是说说而已 他知道 作为孩子的母亲 他必须好好活下去 可吉宗却不这样觉得 这对老夫老妻正沉浸在 无法言喻的幸福之中 却不知危险正向他们靠近 两人在茶室里喝茶之时 久免发现七茶之人手上 有烧伤的痕迹 他顿时全都明白了 好在将军才端起茶杯 他连忙一把打掉 茶杯破碎里面的茶水冒出气体 七茶人见阴谋暴露 连忙离开了此地 最后面对追上来的吉宗久免 他更是果断自枪 燃久免早就认出了他是谁 回去之后他直奔天音院住处 天音院知道事情败露 正打算服毒自尽之时 久免来阻止了他 他选择原谅天音院的所作所为 因为他知道 天音院变作这般模样 是因为失去了两个孩子 丈夫又被月光院抢走 他懂那种狮子之痛 因为他也失去过孩子 说完久免将毒计放入火中 从今以后 他要让这座大傲充满欢声笑 让仇恨心酸极度乃至于可怖的死亡 都远离大傲 就这样大傲在久免和吉宗的 共同努力之下 终于回归了安宁 而久免也一直遵守约定 陪伴着吉宗 并在丈夫嫁和西去之后出嫁 最后故事定格在老年久免的背影中 他身后的人越来越多 都是他曾真心对待过的人 所谓众善因 皆善果 万法皆空 唯有因果不空 便是如此吧